你们不要跑呀,快来陪我玩 小五不要开玩笑了,你太大了,再一脚一个给我们踢飞了 三哥三哥不好了,小五变成八尺巨人了 呃...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呀,小五变成巨人后,一直在城市里乱跑,说要找人和他一起玩 不行,我得赶紧去看看怎么回事 系统系统,快帮我定位小五的位置,他现在跑哪里去了? 来了老板,当时我已经没有能量了,无法开始定位 小伙伴们,你们想知道小五为什么变成巨人吗? 那就快点右边的加号和赞赞按钮帮帮我吧 呃... 好了好了,能量已充满,开始定位功能 检测到由于没人和小五玩,他独自跑去了游乐园 小五果然在这里 小五,你怎么哭了? 三哥,都没人陪我玩,他们看见我全跑了 小五,你先别哭了,告诉我是谁把你变得这么大的 是一个黑黑的奥特曼哥哥 呃... 黑黑的奥特曼? 难道是贝利亚? 小五,快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今天我在公园玩的时候 呃... 哎呀,一个人玩真的好无聊呀 黑黑,小朋友,你怎么自己在这里玩啊? 因为我太小了,大家都不找我玩 奥特曼哥哥,你可以陪我玩吗? 我倒是可以把你变成大人,这样你就可以找他们去玩了 真的吗? 奥特曼哥哥,你快帮我变一下 那你站好了,别动哟 奥特曼哥哥你看起来好小哟 我竟然真的变大了,谢谢你 很好,你快去找他们玩吧 好呀,再见善良的黑特曼哥哥 我总算做了件好事 警告你们不要告诉唐三 也不要再给我发狗头了 否则我把你们都变成巨人 果然是贝利亚干的好事 小五你变得这么大 更没有人会和你玩了 要把你恢复正常才行 可是三哥,该怎么才能恢复呢? 当然是把我积攒的小爱心全部送给你了